新年第一天大湖公園好熱鬧 台北市內湖區公所選在大湖公園 首度舉辦歡慶111內湖升起來 升旗與登山進行活動 由明湖國小的學生擔任升旗任務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與內湖區公所區長 和多位港湖區的市議員站在舞台上 與民眾一起唱國歌與國旗歌 迎接新年的到來 區長說他要辦的時候我就覺得很興奮 因為我們行政區比較少辦 那其實他就不是只有一個身體點 他有很多活動啊 運動 加上希望大家早點出來 然後迎接新的一年 我覺得今年的方式很有創意 今年的希望就是2021真的不平安 我們今年的希望就是市民平安 台北平安 全台灣平安 我覺得很開心啊 每一年的第一年 然後我們如果以後都可以這樣搭聚在一起 然後升完期去運動去健行 因為我們內湖好山好水嘛 我覺得是一個又健康又振奮的事情 特別辦我們的身體典禮最主要是今年的元旦非常特殊 因為它是111年的1月1號 我們辦這個活動最主要是內湖從來沒有辦過 我們希望能夠凝聚地方的民心 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參加身體典禮 手機與相機記錄下美麗的一刻 升旗結束後 民眾福老稀有沿著大湖公園旁的成功路 五段出發践行 憑活動兌換卷與折返點蓋章後 就可以兌換金美宣導品 這個口罩是結合我們社區老人共餐的時候 我們彩繪那個天花板 然後再把裡面有關於我們內湖的元素把它結錄下來 像這個是大湖公園的拱橋 然後這個是我們內湖的驅花九重閣 然後我們就希望在這次元旦的時候 推出一個限量版的粉紅色的 加上我們國旗的口罩盒跟國旗的口罩繩 然後獻給大家一個新年的開始 有一個新的氣象 對 還有包子就是包種 包鑽 新年新氣象 所有參與升旗活動的民眾們 用快樂與活力來迎接新的一年到來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